好 先開始來看到陽季跟晶英的美東內戰 汪搜頭和Aaron George在五局是被靠背敲了拳打 加上Loss Hill的優質先發 陽季最後是六比一 踢館成功 至於稻奇跟老虎的比賽 大股翔平炸了生涯第兩百紅 但是藍茂軍團的牛棚並不給力 在九局下半花光了五分領先 最後還在延長賽被JR敲了再見拳雷打 讓老虎中場是十一比九完成逆轉 美國職棒大聯盟到期踢館老虎 大股翔平在第一局就敲出了三連安打 幫球隊先止得點 不過老虎在二局下半 也靠著Kiss的安打貢獻打點 兩隊前三局戰成二比的平手 比賽到五局上半又輪到大股翔平打擊 這回面對紅中的變速球沒有放過 待得很高很遠 本期第二十九號出爐 也是大聯盟生涯第兩百發的拳雷打 恭喜大股 而且這一棒不但協銷新的紀錄 也讓大線蘇醒過來 單局兩隻長打 攻下了三分大局 算了下個半局 老虎回進背靠背的煙火秀 讓比數剩下一分差距 不過倒是這邊第七局 又KKHernandez敲出了兩分炮 八局打完 五分領先 眼看要邁向勝利 不過這場牛棚是出了狀況 甚至逼出他們的終結者 飛了接替也沒能直協 Kiss毫不留情帶到右外野 是一發追平比數的兩分炮 也把比賽帶進延長 幾乎到突破僵局至老虎之變 起始更旺 十局下半 關鍵人物是只有 Ershela 面對了變化球大棒一回 這是一發再見全力打 前個半局在上場守備的Ershela 第一次打擊就建功 幫助老虎最後是以十一比九 相當興趣性的擊敗到齊 即下看陽機跟精英的比賽 結帝過載第一局就有攻勢 而三雷人情況之下Glaibor Torres的安打帶有打點 下一棒的阿西威爾斯也沒有錯過得臉圈的機會 而且揮得相當豪邁 起發三分炮 球隊在第一局只有四分領先 也幫助先發的Lose Hill更有信心 前三局偷了四次三陣 算四局下半 因為Ohoorn的三雷安打丟掉一分 不過這場表現還是很犀利 尤其下個半局王Soto 馬上炸裂一發全力打 甚至法官Aaron George也接力響應 分氣地三十四轟 讓陽機來到五分領先 交上Kill這場 六局七K只是一分 繳出了優質好投 中場陽機是以六比一擊敗精英 看望陽機來關心他們士愁紅襪碰上皇家 洞神大軍在二局下半開啟攻勢 雷上有人的情況之下 馬貴爾一棒帶到右外野相當深圓 讓一雷上的跑者直接送了回來 一比零掀起得點 三局下半換阿伯爾來建功 同樣是帶到右外野 成立規則二點安打 幫球隊載下一城 投劃這個半局敲了五隻安打攻下三分 比數擴大四比零領先 五局下半要來看Raphael Devers 不到外交群球打棒一回 車七發飛越綠色怪物的陽春炮 幫球隊來到五分領先 達現這麼給力 投手當然也不能落虧 先發的Coffer主頭七局 只被敲了兩隻安打 送了四四三陣 角數優質先發 投打虛假的好表現 央紅襪中場是以五比零 在出場晚風皇家 回到一台綜合報導 好 教室跟勇士的比賽 DNCS表現相當搶眼 今天是六局十一K 沒有十分 沒錯 而教室打極端的火力 支援也給得相當到位 包含Motrado Arias 跟David Perroda 三個人都是三安猛打場的演出 讓教室中場是四比零 晚風勇士 終止近期的五連拜 五連拜的教室做客 國連外卡領先者勇士 比賽前半段形成投手大戰 教室先發投手Dylan Seeds 訴求狀況奇佳 不僅速度比賽季平均值高 滑球的引誘力也十足 第一局就用高的四紅線 訴求搭配壓低的滑球 以傑出的高地位落差和速差 三陣調勇士一雷手Man Awesome 二局下Donovan Solano 倒壘成功上二壘之後 近期接替受傷的Fernando Tatis Jr. 首到先發右外野的老將David Perroda 補上一隻左外野的場地規則 二雷安打 很有效率地打回一分打點 第五局很類似的劇本 Tiler Wade安打上壘後進行倒壘 近戰到得點圈 隨後去年國連打擊王Luis Arraes 補上右半邊的評分二雷安打 打回一分打點 教室隊此一在得點圈的把握度很好 八之三 前五局取得二比零的領先 教室先發投手CIS今天像是開外掛 速球均速比賽季平均高出一點四英里 平均投出九十九英里以上的高品質訴求 搭配會控率極高的滑球 他局局都有三陣 把勇士打者K的是滿頭包 第六局即便用球出破板 CIS照樣百英里火球狂飆 中間穿插犀利的滑球 CIS投出三連K 依序解決斧頭幫的二到四棒 Ossie Alvarez、Austin Riley和Matt Olsen CIS擔場標出十一次三陣 持續佔居國聯三陣王 而且他在明星賽前一百四十九K 也締造了教室隊史的新紀錄 六局下教室攻勢再起 Machado和Solano的串聯安打後 David Perota補上一支得點圈的安打 打回第三分 他今天擔場四支三 貢獻兩打點表現出色 八下Machado揮出一發中外野陽春炮補刀 支持他本季第十三轟 為教室隊鎖定勝局 中場教室就是以四比零完封的全場 只敲出五支零星爛打的勇士 這是勇士本季第五次被完封 也是教室本季第五次完封對手 他們也終止了近期的五年半 目前在國聯第三RICA的競爭上 只落後大都會一場勝差 至於翔尾蛇跟籃鳥的交手 則是要看到臺美混血大物Cobin Carroll 他在這一戰也轟了雙翔炮 外帶五分打點 率領蛇軍中場是十二比二大勝 籃鳥抽下近期的四連勝 美國職棒大聯盟 紅人交手馬鱗魚 二局下半Spencer Steer把投手 偏內側的壞球直接扛出 左外野的全力打牆 幫助紅人掀持得電 也為這場煙火秀拉開序幕 下個半局 邁阿密大軍在兩人出局後 Jake Berger同樣瞄準左外野 大棒一虧 小白球直接送上二樓看台 這是一發逆轉兩分炮 緊接著Josh Bell 再補上右外野方向的全力打 兩個人一左一右 成功逆轉比分 不過Riz Hines再次展現大物價值 球數不利的情況下 逮中一顆紅中獅頭 封出左外野大牆 幫助球隊追回一分 兩出局後 另外一位大物Elie De La Cruz 同樣逮到獅頭 並且瞄準最遠的中外野 航出四百二十六英尺的洋春彈 再下一程 但是想要贏球可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四局上半Burger得點圈 再度建功 敲出帶有兩分打點安打 他在這場比賽繳出鐵枝 並且外帶四分打點 不過下個半局 紅人不靠長城炮火反擊 而是靠著野手選擇 跟對方投手的爆頭 並不協任的攻下超前分 領先的紅人這還沒完 六局下半前一個打席 被畜生球打到的Hines 用手中的球棒回應 航出四百五十四英尺的怪物全雷打 單場雙翔炮 同時也是上大聯盟六場比賽的第五轟 中場紅人就在他單場雙翔的帶領下 以十比六在主場擊敗馬鱗魚 接著看到香味蛇主場迎戰籃鳥 前三局打完主隊的亞利桑那 取得三比一領先 來到四局下半香味蛇攻勢再起 Kato Marley把握得點圈的機會 敲出二壘防區的穿越安打 帶有一分打點 接著Lodex Guerrero Junior 展現快腿跑出內野安打 香味蛇單局再下兩成 來到七局下半 本機打擊表現低迷的CORBIN CAROL 總算回神 帶中ZACK POP高角度的卡特球 敲出左外野方向的三分蛋 這一棒一口氣把比分拉開到八比一 毒蛇打線的攻勢還沒結束 八局下半 Eginio Suarez向中一顆獅頭速球 大棒一揮 不用看了 這是一發四百三十五英尺的兩分蛋 隨後鏡頭再次來到 CAROL的身上 前一局才有開轟表現的他 面對一顆紅鐘當然不會放過 補上一發錦上天花的兩分泡 攪出單場雙翔的演出 試圖宣告自己走出二年級的證後群 香味蛇團隊頭打皆優 中場以十二比二 獨咬藍尿 奪下四連勝 同時也是最近十四場比賽的第十場勝利 我來體育臺綜合報導